在北京时间的昨天我们的这个 在休斯顿举办的 视频赛就正式结束了 那您在日本 有没有完整的 关注了这个赛事 并且对于其中印象 最深的比赛是哪一场 我昨天的 女单决赛也看了男单决赛 我也看了然后 就是双打还有前面的单打 我也解说了就是去 电视台解说了对所以当然 是直播 那印象最深的是 哪一场比赛 还是昨天的最后的决赛 女单决赛 太夸张了真的是看表演赛 可能作为观众 看乒乓球比赛的时候 看着这个来回回合特别的快 很多时候 镜头都抓不到乒乓球的走向 然后就已经打过去了 其实在这些 很快的过程当中乒乓球运动员 都是在算 都是在思考下一步 我的动作是什么是吗 对其实是 其实运动员的那个头脑里边 不只是那个一个球怎么打 是前面的比赛怎么打了 就前面我发了这个球的时候 回来的是什么球 全记的 不用说是昨天那场球 就是之前打过的 就几个月打 几个月前打过的 或者几年前打过的 所有的比赛的球全部都在头脑里边 一直在算球 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 就是 网网玉啊 就是他们就是 脑子动的 就是 真的太快了 我觉得算球 那一下有反应 真的是世界顶级的一个决赛 嗯 那么 刚刚通过您评价本届时拼赛 尤其是您印象最深的那场比赛之后 由于日本队近几年的 在乒乓球上面的发展 成为了中国乒乓球队的一个可敬的对手 并且每次在时拼赛的这种比赛过程当中 上演了非常多的龙争虎斗 但是在今年的这个时拼赛的整个结果上面 日本队的成绩其实并不仅如人意 您怎么看当前的 就是先说日本队的整体的情况 嗯 这一次就是东京奥运打完之后 就是日本队准备了很多 因为就是在混双上 就是拿了冠军嘛 日本队 对所以就是可能对他们来说 原来就是金牌对吧 金牌 我说不习惯这金牌我没拿 我银牌说的比较多 对就是这个金牌 就是因为得过一次的话 就是还想就是还想要嘛 当然人是这样的嘛 所以可能对金牌的要求比较高 然后一直是渴望拿这个金牌吧 就可能这一次的给自己的压力比较大 我自己当选手的时候 然后我听说过就是中国国家队贴了那个我的照片 就是对手的照片 我听那句话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之前就是觉得中国队是永远是我的目标 就是永远是偶像 一直追着他们的屁股走的感觉 原来就是我的偶像们那个队还可以贴我的照片 就能把我当成一个对手 对然后这一次的视频 他能感觉到就是中国队已经把日本队当的真的是对手吧 对 那您又如何评价当前的中国队 可能就是这次马龙也没参加 然后那个刘思文也没参加 然后丁尼也退役了嘛 所以对中国队来说是 刚好是交换这个时代的那个感觉 因为 对因为那个奥运会拿金牌的那个陈梦 嗯 对他都输了 对 对然后最后拿冠军那是奥运会 就是其实没有打单打的 对 对所以就是不用说这个比赛了 一看这个成绩也是就是中国队的 这个选手的就是人数也是水平也是 就是真的是太厚了 厚度很深是吧 就优势这些人才是非常多的 对 嗯 所以那那那我就跳一下 您觉得日本队和中国队的差距 是在慢慢缩小吗 在您看来 嗯 有时候是看起来是 那个这个距离是越来越近 那有时候是 一下子被踹开的感觉 就是感觉 哎 有机会了 有机会了 日本队这次可以赢了 就是那个时候 我以前自己当选手的时候也是觉得 哎我这次赢叮叮了 我这次下自己有机会了 嗯 然后一下又被研究了 然后又被被实力拉开来了 啊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很容易 就是我的心就会被断掉 被碎的感觉 心碎的感觉 你怎么上次赢了 为什么这次哪儿不一样 我也练了 为什么就是又拉 就是被拉那个距离了 距离又被拉大了 对所以 对 所以就是一直要不断的努力 对就是不放弃吧 对不能放弃 其实这一次市聘赛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呃也算是乒乓球的传统的国家 瑞典 嗯 也出过非常多的名将 那么这一次瑞典队的后背 后背力量也都起来了 然后呃也有不俗的成绩 您怎么评价现在欧洲这边对于 乒乓球的发展 尤其是否对于日本队会有些压力 就是前面还在追着中国队的时候 后面的追兵也又来了 对 其实是您说的没错 就是因为只看中国队不对 对因为不可能是直接打决赛嘛 对 然后这一次瑞典队尤其是南队吧 嗯 对就是南队也是进了决赛 嗯 对所以就是嗯 其实是从第一场开始真的是要紧起来 就是真的是不能放松的状态 因为整个世界上的乒乓球这个水平就上来了 这个是嗯 只看日本队的话 就是当然是不是好事 因为最好是日本队的水平上来了 别队的水平别上来 这是最好的嘛 但是对全世界的乒乓球来说的话 这个是真的是好事 因为这个乒乓球打的乒乓球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整个这个乒乓球的水平上来的话 就是观众看的也开心 看的也好玩 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对全世界的乒乓球来说的话 是这个是真的是好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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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